1211公佈了第一季的正利润 安年上升最少是升1.74倍 最多是会升3倍 期内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创出历史新高 市场占有率也继续上升 他们就说销售强劲的增长 一定程度上就对冲了 比如上游的原材料价格上升 带来对他们盈利的压力 为什么解读这份盈气呢 之前其实每个月都会公布的销售数据 大家都猜到汽车销售是强劲的 你觉得这个盈气是否符合市场的预期 我想也会是 因为销售数字是强劲的时候 而配合到现在的盈利 亦有一个比较大幅上涨的状况 这也是一个合理的状况 始终在销售数字来说 可能对应2019年或2020年 疫情之前或疫情初期的时候 都是看到新能源汽车 都有一个不错的增长势头 以至到盈利表现 也创造了一个近年新高的状况 以至到现阶段去提的时候 我相信今年新能源汽车的增长势头 其实都会是不错的 只不过要考虑一个因素 因为美国有些个别的新能源汽车公司 都有开始提到 新能源汽车的需求是大的 但是那个产能方面 是不是有一个配合在呢 最主要的考虑来说 就是可能那个电池方面 未必可以满足到现时市场的需求 那你变成了你新能源汽车的电池不够的时候 那你出车的速度就自然会慢了 那交付量会有一个影响 那到底这个情况 是不是只是在美国那边发生呢 还是中国那边都可能会有这个影响呢 那我相信投资者 在投资这类型的股份的时候 接下来都要关注这个议题